納洗腰做不倒翁 蓋片當飯吃 每天做個豬骨煲 牛奶、芝士、大豆 撐飽了肚子 為何還會骨質疏鬆 一跌就骨折 沒多60條腰還玩過蝦工 歡迎收看健康關注組 說骨質疏鬆不單是長者的問題 就連很多女士 尤其是媽媽都很關心 因為覺得自己生完嬰兒後 就…營養流失了 骨質就會疏鬆 究竟是這樣嗎 今天請來兩位專家 包括骨科專科、文浩賢醫生 以及註冊營養師王兆章先生 Anson跟我們逐一解答 歡迎兩位 我們經常聽到 老人家千萬不要跌 一跌就很麻煩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 骨質疏鬆,一跌就沒有陰工 我們首先來看看 街坊有沒有這麼陰工 有骨質疏鬆 梳乎你,大家就吃得多了 那疏鬆又有沒有試過呢 我想問問你有沒有聽過骨質疏鬆 有,骨質是小的 沒有感覺的,是外表的 即是老了骨 骨的鈣質都沒有了 那個七樓,那個痛的 自己大才有的 但你覺得男生會多一點 還是女性會多一點 女性多一點 女性生兒子的骨質可能少一點 如果據你所知 我想預防骨質疏鬆可以吃點甚麼 吃多一點鈣質 魚乾油 喝奶 吃那些健康產品 保養疏鬆 奶粉之類的 吃了兩年真的比較好 通常有些人可能 為了避免骨質疏鬆 可能不太動 怕受傷 但其實以我的認知 反而要多動一點 令自己身體保持狀態 我認得剛才我們街訪的 他可以白白 水桶白白 對,五十堅果白白 說了一件事 我經常聽到 我們看到的廣告 賣於外圓奶粉廣告 全部都是女性 全部都是女性 他就說 大多數都是女性的骨質疏鬆 我們沒有 先問醫生 男士沒有骨質疏鬆 不是男士沒有骨質疏鬆 是女士的確比較多 比例的人有 而且比男性來說 女性有骨質疏鬆的人 是比較多的 是,為甚麼 是否因為我們三個兒子 跟三個兒子未必有直接關係 不過跟女性 一個女性荷爾蒙有關 因為女性本身有癡性荷爾蒙 但我們留意到 在更年期前後 剛停了經期的時候 開始變成骨質疏鬆的高峰期 我們後來就發現 原來跟瘋性的荷爾蒙有關係 所以就是年紀比較大 尤其是女士 就容易有骨質疏鬆 但骨質疏鬆這件事 經常聽到老人家骨頭脆 是否就是他們的骨質流失了 所以就比較容易脆 沒錯,尤其是當骨質的密度 會因為隨著鈣的流失 或其他問題的時候 骨質疏鬆會減低 而且質疏鬆也變差 我們俗稱會變成空心骨 就會很容易出現骨質的問題 正常的骨質中間也有小孔 對,不過像這張圖一樣 譬如右邊這張圖 就會看到骨質的密度會高一點 到你們那邊的時候 骨質中間的孔比較大 這些好像打火鍋的風潮豆腐 就是很疏鬆,看到的孔比較大 沒錯 或是我們吃豬的中間剃開 對,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我聽過有些老人家 可能他輕輕咳嗽打過黑痴 就說會斷骨,是真的嗎 這些最極端的事真的會發生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真的有骨質疏鬆 然後他受傷骨質的原因 只有骨質疏鬆 只是轉身拿一拿東西 其實這些長者 他們經常吃骨質疏鬆 是否那種鈣流失得很厲害 還是突然間有其他的問題 令他們這樣 本身骨質疏鬆是有很多成因 鈣的流失是其中一樣 其實有其他的成因 例如有些人可能是維他命D的缺乏 影響了鈣吸收也會有影響 另外例如一些內科的毛病 例如甲狀腺毛病 或者有些類風濕性關節炎 也會影響鈣的吸收 以及影響骨的循環 也會骨質疏鬆 另外常見 可能大家也聽過 常期服用類固醇的人 也是高風險的人士 另外有一件事 我試過有些年輕的小孩 他們是減肥 減肥減到一個程度 就是他們很減肥 平時他們沒有的 因為跌一跌就斷了 或者扭一扭 不知道在哪裡會斷 有否因為減肥而令他們有這種情況 有關聯的 其實那個關聯 還有兩個不同的理論 都可以聯想到的 第一個就是關於減肥 減得太厲害的時候 本身減少了肌肉 又減少了脂肪 其實對於骨落的保護性 會偏低了 另外因為減肥的人士 可能他們在吃東西 那些方面會比較篩 其實他們可能有營養不良的情況 我們研究上也找到 譬如女士來說 減肥過量的人 可能她本身的刺激素也會減少 變相就是增加了骨質疏鬆的風險 我想問一下營養師 問問Anson 對於這些真的 他說過度減肥 我們在飲食上可以怎樣幫助他 他又不肯吃東西 是的 其實真的要慢慢跟他了解 究竟他減肥的原因是甚麼 多數都是要漂亮 對 其實過度減肥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心理上 精神上的問題 當然營養角度 當然是想他多吃點東西 但其實不處理到他根本的問題 是很難威逼利誘吃東西的 但如果營養的話 當然是想他每日的食量 卡路里要吃得足夠 還有最重要是看回鈣質的基本 也要多吃一點,吃得足夠 是 鈣質方面要吃甚麼 就這樣說鈣質 對,其實鈣質 其實普通就會想到是牛奶 但有些人真的不太喜歡喝奶 可能就可以有其他食物 譬如是一些豆製品 大豆製品 加鈣豆漿 豆腐 或是一些深綠色的蔬菜 譬如是芥蘭、西蘭花 羽衣甘藍、秋葵 不過我想提到 其實好像很多鈣質高的食物 是的 但最重要是一定要喝奶 或是加鈣豆漿 或是現在時興的植物奶 但記得豆漿和植物奶 即杏仁奶、耳麥奶 一定要藏水有加鈣 才叫做高鈣 平均一般來說 一杯奶大概是300毫克的鈣質 有些通常加鈣的牛奶 就是高鈣低脂 所以就加了鈣 通常這些會去到400以上 410、420左右的範圍 是的 所以奶絕對是不錯的 加鈣的豆漿 加鈣的植物奶 都一定是不錯的 一定要有這些東西 其他剛才所說的高鈣質的東西 全部都只是輔助性質 去幫我們每天達到足夠的鈣質 因為你想想 一杯大概已經300至400 每天起碼兩杯 已經有600至800毫克座底 只剩下200至300毫克 才比較容易在其他食物裡吸收 因為即使西蘭花很豐富的鈣質 但其實如果要由西蘭花 攝取到一杯奶的鈣質 你要吃五碗西蘭花 才等於一杯奶的鈣質 想起來很飽 如果單靠那些食物吃不到 吃不到,味道很刺激 因為我吃素 對,那會否跟吃肉的人 差別很大 我現在吃很多西蘭花 所以你一定要喝加鈣的植物奶 或者加鈣豆漿 也是兩、三杯座底 再加其他東西 你才有機會每天夠飽 我聽完之後 我會覺得有點鬆 那些荷包 荷包、鬆鬆的,幫不到你 賣很多 我現在可以立即訂單 五碗西蘭花給你 我現在出去買,待會見 Banny醫師 對於骨質疏鬆 很多人都說吃鈣片、補鈣 其實在中醫角度 有甚麼其他方法可以強健筋骨嗎 其實我們臨床的重點是平衡力 你想想當你骨質疏鬆的時候 其實你怎樣吃鈣片 你跌到地上也有機會骨裂 但是只要你不跌到地上就行了 所以平時可以多玩一些太極 又或者可以做一些居家的平衡訓練 譬如我們有一隻叫金雞獨立 就是遮起一隻腳 當然要安全 所以你可以在附近放一張椅子 你可以放著椅子 可以放著椅子,單腳站 是 但如果你很厲害的話 可以不放著它 之餘也可以上身炸地跑步 裝跑步 這就是要視乎你自己的能力 是鍛鍊的平衡力 另外根據文獻 其實我們骨質 還有一個很便宜 很簡單的方法可以加強 就是聚力的訓練 原來我們就這樣站 多站一隻腳 那些骨質都會變得很硬 例如你去沙灘玩泥沙 其實你想沙灘比較硬 就要拍它 其實聚力就是這樣的原理 另外如果你想上肢的手 骨質比較強 你就可以找一張桌子 按著桌子,讓人聚下去 這就是聚力,上肢 這樣就可以幫上肢的骨質加強 所以其實除了營養補充劑之外 大家在家裡也可以做平衡力訓練 或者聚力的訓練 去防止或者改善骨質疏鬆 Horlick老師 骨質疏鬆人士最怕跌倒 骨質可大可小 那他們做運動有甚麼要注意呢 運動應該要由輕至中度開始 例如一些散步 每星期做三至四次 每次大約三十分鐘 但是要避免做一些高危 還有一些撞擊性的高危運動 例如一些跳傘、跳水和滑雪的動作 以免增加了骨質的機會 那有沒有一些是物理治療的動作 可以幫助骨質疏鬆人士呢 那我們物理治療 就會建議做適量的負重運動 因為可以增加骨質密度 我們還會建議 他們會在戶外太陽底下進行 因為可以吸收多些維他命D 配合鈣質的話 就可以增加骨質密度了 好了,我們準備了一些水樽 我先給你一個 是 第一個是一個負重的心瓶 水樽滿水就因人而異 視乎你的身體狀況可以做到多少 因為我們去公園也會帶著一支水 我們就順便拿一支水來做運動 我們腳就抹開,好像肩膀那麼闊 心口前放入水樽 我們慢慢坐下,好像模型椅一樣 然後數三秒 1、2、3 然後我們起床的時候 順便舉起水樽 舉起,為之一下 我們就重複做10下 1、2、3,再舉起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運動 辛苦嗎? 可以的,現在還可以 但平時人家說心瓶 有些人說腰要做得對 那我怎樣為之對 我們就要保持腰骨挺直 就不要彎腰 因為如果骨質疏鬆的話 可能有某幾折會特別脆弱 你彎腰就會增加了骨折的機會 還有如果有些腳 會覺得肌肉力不夠 腳會震震的話 其實在家裡做的話 就可以放椅子在後面 萬一累的話就立刻可以坐下 如果佔枕頭,可以嗎? 也可以的 歡迎回來健康關注組 我們現場仍然有兩位專家 包括有 註冊營養師黃紹昌先生 以及骨科專科文浩賢醫生 一起拆解骨質疏鬆的問題 關於這個話題 其實原來真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士 是必須要關注的 剛才有提及了一些老年人 或者是一些已經上了年紀的婦女 除此之外,其實有些長期復藥 剛才Dr.Man也提及了一點 但我想知道為何食類固醇 或者利尿劑那些 他們是要關注這方面的話題呢? 首先就說那個類固醇 因為長期吃類固醇的病人 會令到身體內骨的吸收會快了 增加了速度 而且會令到本身吸收鈣的能力 都會減低 另外你提及到利尿素 利尿素就是用來排走身體多餘的東西 所以會令到鈣的排放量也會高了 整體來說就變成 留在身體內的鈣會變少了 Dr.Man,我看到第三項就是疾病引起 我聽說有些疾病例如慢性腎衰竭 或者甲狀腺會引致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有沒有其他疾病都會導致有這個問題出現? 有,其中一項要特別留意 就是類封濕性關節炎 這個疾病就是免疫系統的疾病 女士比較多受影響 另外,雷風濕性關節炎 又會令到腎臣變差 進而鈣的吸收益也會變差 還有一樣不良的習慣 剛才我們說過吃煙喝酒也不用說 但有一件事我很害怕 就是喝咖啡 因為我真的有這個習慣 其實是否真的一個不良的習慣 我理解是否喝咖啡變成利尿 利尿,所以又容易骨質疏鬆 對,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如果喝得太多咖啡 其實身體上會比較多排尿 令鈣的吸收也會變差 但如果我們喝很多水 不停排尿,這會否又是一個問題 那你就要多補鈣才行 對 補鈣就有問題 除了剛才Anson你所說 我們有很多食物可以補充鈣 現在最直接就是吃鈣片 其實吃鈣片,我時看的瓶 他又說不同的瓶,他說的鈣片 方法又有些不同 又說不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吃 有些人說這樣服用就行 其實應該用甚麼方法是最有效的 其實如果真的要吃的話 應該跟隨上面的指引 但如果真的要吃的話 那就要相確 是嗎 如果醫生處方 如果他真的已經有骨質疏鬆 那段時間真的不夠鈣 可能短期內他是需要的 但一般人來說 他又未真的有骨質疏鬆 他自己買來想補充一下 怕不夠 一般來說 我們不太建議馬上去吃鈣片 營養師的角度 其實永遠都是想他們 由真實食物去吸收 一定是最好的 可以嗎?吃太多鈣片是否不行 如果吃太多鈣片的話 可能會出現結石的問題 如果嚴重一點 甚至可能會出現心律不正 我現在很害怕 為甚麼我會吃鈣片 其實很多女士自從懷孕開始 就會同步補充鈣片 即是吃鈣片 但我的經歷就是 我生完第二個小朋友後 有一天就回來公司開工 我突然間甩牙 甩牙沒有整隻牙甩 但一片甩牙甩牙甩 我就心心想 為甚麼我吃了鈣片 我都好像流失了鈣片 可能很多女士都經歷過這件事 對,那這是甚麼關係 是否真的有這個問題 對,很多坊間都有提到 可能剛生完嬰兒的女士 就好像突然失去鈣片 但其實研究 暫時沒有找到直接的關係 是嗎 不過有一個學說 就是在婦女生完嬰兒後 可能會餵暴人奶 有一個學說就是餵暴人奶時 身體鈣片的份量 突然會減低了 雌激素也會減低了 所以導致骨質的密度 在當時會有一個短暫的下降 短暫的嗎 對 但有些初步的研究都會做到 其實長遠來說 和沒有餵暴人奶 但其實到最後 可能骨質的密度方面 就沒有甚麼大分別 所以各位媽媽可以放心 不需要標籤自己是骨質疏鬆 解決了你的問題 我已經輕鬆了 輕鬆了 剛才我們看到街坊說 有一樣東西就是魚油 魚肝油 魚肝油 有沒有幫助呢 如果街坊剛才提到的魚肝油 我想它吃的時候 是想著裡面有維他命D 的確魚肝油是豐富維他命D的 維他命D有助鈣質的吸收 不過也是那句 魚肝油的維他命D的含量比較多 容易擔心每天的份量超標 反而關注更多日常生活 吃得到維他命D的食物 和曬太陽其實已經很足夠 因為曬太陽其實曬極 或者其實不會曬得很久 我想覺得古天樂肯定… 沒事 滑身素素 對,又要考慮 因為如果人們越黑的話 其實需要曬得更長時間 才有足夠的維他命D做到 如果越黑的話,它要曬得更長時間 即是… 即是吸得夠多 它變黑時比較難吸 難吸 我已經防了它 即是姜浩文… 我打電話給她說 我突然想起你 你會否要骨質疏鬆 對 所以食物也很重要 但可惜維他命D的食物 不是真的很多 但日常生活絕對吃得夠 例如有些油脂高的魚類 例如三文魚、青魚 但也未必能夠每天吃到魚 或餐生吃到魚 雞蛋黃是一個行常的 可以攝取維他命D的來源 另外就是一些動物的肝臟 或者曬過太陽的菇菌 也會豐富維他命D 那些你可以吃嗎 對 有甚麼素食者 素食者 對,素食者,你介紹一下 另外只剩下 添加了維他命D的產品 譬如是植物奶 或者是做餐穀物 也常常會添加維他命D 那我也可以 對,也有東西吃 我嚇到我 但我想了解 我們說過骨質疏鬆這麼久 我怎知道自己有骨質疏鬆 對,不知道 其實骨質疏鬆是沒有症狀的 所以是不會知道的 通常我們遇到的個案 他知道自己是骨質疏鬆 第一件事已經斷了骨 所以其實是一個挺危險的事 聽起來是吧 所以如果譬如說 我們骨質疏鬆 其實有個指引 是有些叫高危人士 剛才提到六大成恩 高危恩子的人 其實有些人我們會 特地抓他去做抽查 會做骨質疏鬆的檢查 去釐定他到底有沒有骨質疏鬆 譬如說一些 譬如說 更年期後的女士 一個年長的 很年長的男士 或者本身有家族病例 病史是跌倒過骨的人 或者有長期病患 類固醇的人 那些人其實就適宜去做 定時定後去做一個檢查 去確定他有沒有骨質疏鬆 聽見你說這件事 骨質疏鬆有沒有遺傳性 骨質疏鬆本身沒有遺傳性 但是在其他疾病 或者毛病上有遺傳性的話 變相也會影響到 它有骨質疏鬆的風險 有沒有一些運動 我們可以盡量去避免 有骨質疏鬆幫助到也好 有沒有這些 如果說運動來說 我們如果說骨質疏鬆的話 除了一般的動作之外 最重要是做一些負重的運動 即是有負重的運動 例如我們要走路、散步 或者能夠做到的 可能要走一些樓梯 一些斜路 會幫助增加骨質疏鬆 所以真的不要坐得久 坐得久也真的要動 不要那麼困難 即是我們也要站起來吧 對,待會我會再… 就是麻煩的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醫學上的問題 即管到Facebook 到我們健康關注組的專頁 留言給我們就可以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